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讲小伙回乡第22篇,崔瑶心里狂喜。 至少20万根,如果它运作得好,很可能你南省半装饰品的大部分生意,它都能吃下。 而这种生意利润很高,做好的成品,几乎有5到10倍的盈利空间。 深吸口气,崔瑶才道,不出意外的话,我能全要了。 价格方便,我也不能直接给你报价,能不能先看看货? 可以呀。 徐芳心里也很欣喜,她对价格要求倒是不高,一块两块的能把杀鸡钱抵了也就心满意足了。 徐总什么时候有空,崔瑶有些急切。 我啥时候都行。 徐芳倒很随意。 崔瑶犹豫了下,终于忍不住问,现在行吗? 徐芳看了看时间,都已经下午六点,考虑吓道,我倒没什么,不过我那养殖场在粤海村,这么晚了你方便吗? 九龙山内的那个粤海村? 对。 没问题,咱们现在就走,崔瑶已经迫不及待。 徐芳也不拖着,点头道,行,咱们走吧。 打辆车,告诉司机去九龙山脚,徐芳拿出手机,给林湘雪打了个电话。 哟,徐大盲人最近主动给我打了几个电话,真不容易。 林湘雪慵懒地调笑一句。 嘿嘿,瞧你那傻像,听徐芳傻笑,林湘雪称了句,啥事啊? 我把酒带到总部了,本来想今晚给你送过去,结果临时来了点事,你要有时间取一下,或者让新衣来。 徐芳说道,对那九龄香雪也十分感兴趣,笑道,行,我这让新衣去取,你有心了。 半小时后,车子在九龙山脚停下,赴了车钱,两人下了车。 最近越海村的旅游,好像很热闹,一直没机会来看,正好趁今晚可以看看。 崔瑶看着海面笑道,徐芳跳上摩托艇道,这边的海水没那么清澈,走吧,带你去越海村看看,那边的海更好些,能和马尔代夫比了。 哇,还有摩托艇,我看论坛上写的出行方式都是小船啊,这是我私人做旗。 不错啊,崔瑶小心坐上去,眼里也有些期待,说实话,摩托艇他这么,大海第一次坐。 等他坐好,徐芳一加油门,摩托艇就朝前冲去,养到海浪向两侧摊开,那急速之下,海风与水珠袭来,凉爽舒适。 在浩瀚的海面上,让人心旷神怡。 啊,崔瑶很兴奋,尖叫一声笑道,好爽,啊,好爽。 听到这声音,徐芳心里一样,回道,喜欢吗?带你去深海多转一会儿。 好啊好啊,崔瑶愉悦决定。 徐芳将摩托柏一拐,就朝深海开去。 崔总,我真佩服你勇气,这大晚上的感,跟我单独出来。 崔瑶心一吐,随即笑道,有啥好害怕的,结长这样也不怕丢色,身上也没带钱。 崔总再不漂亮,世界真就美好看的女人了。 听徐芳这么说,崔瑶心里一美,轻垂了下徐芳肩膀,讨厌。 到了粤海村,借着夕阳余晖,看着清澈的海面,崔瑶赞道, 真美,以后老了,一定得来这度晚年。 粤海村有一个风景区规划图,等景区建好了,崔总可以经常来逛逛。 机设有点远,咱们去酒店骑平衡车过去。 到了酒店门口,看着这气派的酒店,崔瑶又赞了句,真不错。 虽然景区没建好,但基础设施一样不少。 骑着平衡车,两人朝机设走去。 十分钟后到了地,徐芳指着一机社道,这些山机都是同一批,质量一样,您随便看看。 崔瑶枣被里面的山机吸引,看着那五彩斑斓,羽毛亮丽的山机,眼中闪过浓浓的惊喜。 颜色上乘,质量能达到高级。 徐总,你们这山机真不错啊。 多看了几家机社,发现真和徐芳描述的一样,才感慨道,说实话。 你说山机羽毛比照片上的好看,当时我还不信,现在发现,眼前看到的要比照片还好,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些你收吗?收,崔瑶瞬间展现出女强人的风采,一挥手道,全要了,不知徐总想卖多少钱。 崔总直接开价吧。 徐芳笑道,崔瑶皱眉想了想,道,徐总这的山机尾毛确实漂亮,最长的毛都接近一米,色泽,细腻度都很好,价格可以高一些。 公山机尾巴,长势都差不多,四五根的样子。 两根最长的铃鱼,长度接近一米,我给你二十一根,稍微短点的十五元每根。 母山机尾巴长度有点短,干脆就不细分,都给十块,怎么样? 徐芳听得眼皮直跳,内心更有千万头羊驼奔过。 老子当初养只山机,就想要个肉而已,现在你呀把价格抬这么高。 老子是卖鸡肉还是卖鸡毛? 看徐芳眉之声,崔瑶以为他嫌价低,叹道,徐总,这价格其实是市场价,你要是还嫌低,可以报个心理价位,我要是能接受,这买卖也能做。 我凑,还能还价的余地,徐芳有些傻眼。 这价格就是市场价,就按你说的来。 徐芳也反应过来,急忙给个准述。 谢谢徐总,崔瑶看徐芳答应,心也有些激动,那咱们签订个合同。 行,酒店就有打印机,你去你订个合同,咱们直接就签了。 徐芳有些紧张,低头看了眼崔瑶的手,小声道, 崔总,您握手的方式真特别,那傻,能松开吗?小弟还单身呢?你这样聊,咱今晚又得失眠了。 看着徐芳尴尬的神情,原本心里还有些别扭的崔瑶顿时宜乐。 这家伙脸皮还着薄啊。 本想撒手的她,握得更紧了,看着长相很耐看的徐芳,凑近问,徐总,你真单身,骗你干啥? 不会吧,那你有没有出去找过小姐?徐芳很是笃定。 没,崔瑶嬉笑问了句,您都这有钱了,还自己用手。 徐芳差点哭了,这种事儿怎么跟你解释? 看徐芳没说话,崔瑶也信以为真,看她的眼神又顺眼了几分。 毕竟还是女人,崔瑶也适时松开了手。 徐芳深吸口气问,这鸡毛你啥时候要? 越快越好,明天你们杀鸡对吧? 如果你们没特殊需求,最好主要杀公鸡,母鸡适量杀点。 毛也顺手给分开,公鸡长鸣鱼,短鸣鱼,母鸡的长短鸣鱼,都分类装好。 对了,明天几点你们开始? 徐芳回到,估计早上八点就开始。 那我今晚不回去了,干脆就住这,明天教你们怎么采集鸡毛。 可以,咱们有宾馆,免费请你住一晚。 徐芳对这些小事从不小气。 那就谢谢徐总了。 两人骑平衡车朝宾馆赶去,将车归还后,徐芳让前台给崔瑶开间房。 待崔瑶进了屋,打量下房间内的设施,崔瑶惊叹道,这酒店布局的可以呀,都能比上五星级酒店了。 住着舒服就行,阳台能看到海景,徐芳拉开阳台的玻璃门。 两人并肩在阳台站着,看着平静的海面,崔瑶突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问,对了徐总,你那山鸡养殖,是只养这一波,还是会继续饲养? 山鸡是我们酒店的主打菜,当然会继续饲养,以后的数量应该会增多。 徐芳说出了具体情况,崔瑶眼睛一亮,问道,徐总,那咱们能不能建立个长期合作,以后你们要杀鸡了,可以联系我,我来收集鸡毛。 价格可以保持市场采购价最高,不过我们要一个优先购买权,除非我不要了,不然您这边不能擅自终止协议。 对此,徐芳并没意见,点头道,可以。 酒店内就有打印机,崔瑶拟定合同后,徐芳在上面签了字,才算是合作完毕。 待崔瑶在外面溜达一圈,徐芳回去已经晚上八点。 回去的路上,徐芳拿出手机,找出一个电话拨了过去。 东林市,一写自楼九层的一间办公室内,郭盈揉了揉脑袋。 他主要经营海洋相关装置,原本差点倒闭,还好碰到徐芳那土豪。 一口气买了五百万的海底冷热仪,才使他公司差点倒闭的公司扭转乾坤,逐渐复苏。 不过这行生意不好做,一些大厂家把生意都拦住,虽然当时赚了近百万, 让他有了资本进军市场,但在他苦心经营下,也只能保住公司不垮而已。 将公司年后发展的策划方案保存,郭盈站在窗前,看着城市繁华的灯火,一时怅然若失。 已近年关,今年就算结束,明年再战吧。 可惜了,如果还能有两百万的资金,他这生意肯定能直接步入正轨。 钱啊,真难赚,叮铃铃,正感慨间,手机铃声响了,疲惫地看了眼号码,郭盈心里一顿。 来电显示的上,赫然显示着徐芳两字。 按了接听键,就听徐芳的声音传来,郭总,新年好啊,没打扰您吧? 哪有的事,怎么,有冷热一坏了,听徐芳这语气,郭盈以为徐芳想报修,放心,我这做生意,做的就是信誉,你说说情况,我明天找人去秀。 但徐芳接下来的话,让他心神猛的一阵,郭总出售的产品,质量还是很高的,用着确实不错。 之前我也说过,如果效果不错,还会继续订购,就是不知年底了,你们还发不发货? 听着徐芳温和的声音,郭盈心一跳,强忍着激动问,徐总能要多少? 和上次差不多大的海湖,有两个,大概得要一千两百个海底冷热仪,徐芳爆出数字。 郭盈感觉脑袋有些晕,一千二百台,以八千三的价格给他,九百九十六万。 徐总,您,您是认真的吗?郭盈声音有些颤抖。 我先交五百万订金,后续等安装完毕,调试好了没问题,尾款当面结清。 我有两个要求,第一点,仪器质量要保证,如果出现大批量损坏,以后可能就再没合作机会了。 第二,就是上门来装。 徐芳笑着说出条件。 这要求上次订货徐芳就提过,郭盈自然能接受。 文言惊喜道,徐总放心,质量有问题还是老规矩,无条件换新。 您后天在家吗?我后天就给您送过去。 可以呀,真是太辛苦您了。 徐芳笑道,不辛苦,不辛苦。 挂了电话,郭盈立刻找出一个电话打出,向经理,我们需要九百套海底冷热仪的配件。 这么多,啥时候要? 临时接的单,现在你们就装货,今晚送过来,明早就要到货,不然赶不及,这生意就泡汤了。 郭盈夸大了事情严重性,那边也被郭盈吓到了,立刻道,没问题呀,这就给您送去,今晚十二点能到货,你那有人接吗? 有,必须得有啊,送来便是。 随即,郭盈硬打开电脑,在公司群发了条消息,今晚夜班的,现在养精蓄锐,晚上有重活。 明天上白班的,禁止请假,迟到,违反规定扣工资。 能按时上班的,当日工资三倍。 随着这条消息发出,群内立刻热闹起来。 哇,郭总威武,郭总帅气,不是节假日,竟然三倍工资。 郭总您买彩票中奖了,员工们纷纷发出消息。 郭盈笑了笑,又输了段话进去,接了大单,对咱们公司来说是大好事。 如果这单能完成,公司能更进一步。 明年大家的日子,肯定要好过得多。 为了大家的利益,切记打起精神。 威武霸气,太棒了。 期待公司蒸蒸日上。 更进一步好啊,争取做成M省最大的供货商。 看着振奋的员工,郭盈也展颜一笑,如同寒冬突然绽放的花朵,美地不可芳物。 徐芳,谢谢你。 一日早上,七点,徐芳让李叔和大牛去九龙山脚等候,自己骑着摩托艇先到了地。 那边已经有几辆三轮摩托等候,车上有褪羽毛的机器。 徐芳招了招手,那对中年夫妇认识徐芳,立刻带人过来。 大家够早的呀。 徐芳笑着招呼。 徐老板也早。 中年汉子李庄也笑着招呼。 大家把车骑到海边,我们有小船,一次只能拉三台,得分两趟了。 徐芳笑道。 没事,等会也没啥。 几名杀鸡的师父客气道。 没等多会,陈大牛和李叔的船到了。 几人正合计要怎么搬到船上,就见徐芳一用力,直接扛着一台机器放到了陈大牛船上。 徐老板,您这力气可真够大的,那群杀鸡师傅目瞪口呆。 这还是轻的,坦克也能搬动。 徐芳笑了笑,将这机器装好,让李叔和陈大牛迅速送到粤海村。 等五台机器全部放在一辆小货车上,徐芳让几人开到了山脚。 村民已经在山脚等候,崔瑶也站在人群里。 乡亲们,杀鸡的速度有限,全部杀完得等几天。 我读到名字的,把鸡,射的鸡抓起来。 注意用网捕捞,不要强行拖拽,山鸡后面的尾巴羽毛有用。 张沈,陈叔,三叔,兰嫂,秀姐,罗三嫂,今天先补这几家的。 这样读了二十多家,徐芳一挥手,众人就帮忙去了。 人多力量大,没多会,各鸡舍的山鸡都被围了起来,鸡鸡咕咕得很热闹。 徐芳将人全召集到李二叔的鸡舍,笑道, 乡亲们,这次还有个活。 麻烦大家把山鸡后面的几根尾巴羽毛,全给收集起来。 每收集一只,奖励一块钱,当场结算。 只要把鸡毛拔下来,就给一块钱。 听到这消息,大家心里一喜。 平均每个鸡舍都能有个两百只山鸡,这岂不是说一会儿的功夫,就能赚两百甚至更高的收入。 鸡毛也不能直接拔下来,不然山鸡太疼,挣扎狠了可能会抓破人手。 让崔老板给大家示范下,徐芳跟大家招招手,取出一只公山鸡,递给了崔瑶。 崔瑶落落大方的结果,跟村民们演示,山鸡和家养的鸡,其实差不多。 不过这种长毛,直接拔下来,肯定会疼。 大家可以按住尾部,从羽毛根迅速拔下来,然后捏下口子,这样等羽毛全拔下来,山鸡也没那么疼。 崔瑶连续示范了三只鸡,然后将长短铃鱼全部归类,笑道,大家看好了,这两根长铃鱼和短铃鱼,都要整齐分类放好。 拔鸡毛的时候,切记不要强拉硬拽,不然损坏了鸡毛,这钱就白费了。 村民们连连称事,立刻回去忙活去了。 而已经拔掉尾巴羽毛的山鸡,装笼后,就被拎到几名杀鸡师傅的旁边。 杀鸡师傅到了后,也一直都在忙活。 将杀鸡的退毛鸡插座接上垫,就在一旁的大炉锅里装满水,底下放着大木头烧火。 等山鸡送过来,锅里的谁也差不多烧开。 杀鸡师傅们手脚麻利,各自拽出一只山鸡,尖刀抹薄后,直接扔进一个大铁桶里放血。 知道要杀不少鸡,他们都带了三只大铁桶。 每只铁桶能装五只,等第三只铁桶装满,第一只铁桶里的山鸡们差不多断气了。 把五只山鸡扔进铁锅搅拌一会儿,然后朝退毛机器里一扔。 随着嗡嗡嗡的鸡气声,很快五只光流的山鸡就从出口出来。 一旁已经等待的女人,等山鸡出来,手中拿着石刀开膛破肚,将里面的内脏处理干净,一只山鸡就差不多好了。 徐芳早就备好了装鸡肉的箱子,下面垫着冰袋冷藏,杀好的鸡就直接落入箱内。 不愧是常年杀鸡的,那速度和村民比简直就快多了。 当第一波退了毛的的山鸡出来,杀鸡的速度本就快,不多会就积攒不少没清理内脏的鸡。 一刻钟的功夫,汉子就得停止杀鸡,来帮忙处理内脏。 鸡舍内的崔瑶,更是忙得不易越乎。 那山鸡的尾巴,每一根质量都上成。 他找了几只大箱子,按照羽毛长度分类。 按照杀鸡师傅的速度,今天大概能杀了五千只鸡。 徐芳并没只挑出攻山鸡宰杀,毕竟山鸡数量很大,不用刻意挑选,就能满足崔瑶的需求。 徐芳也很敞亮,等被叫到名字的人把山鸡抓好,就开始给大家分钱。 以前各家各户没什么钱,有点钱都喜欢藏在衣柜、床底之类的,现在钱逐渐多了,村民大多听了徐芳建议,办理了银行卡。 徐芳在那里,用手机银行给大家转账。 少点的两千,四千元的占大多数,当然也有八千,一万二的。 等给大家转完账,徐芳让村民回去,下午一点的时候,一起去和解家学习制作干贝。 村民离开没多久,崔瑶也把鸡毛都装好,看着满脸汗珠的崔瑶,徐芳笑着递过纸巾,你这啥急,待会我帮你就是。 不用,有村民帮我装,就是熟起来比较麻烦。 其中,公鸡长铃鱼五千八百三十六根,短铃鱼一万一千七十只,母鸡铃鱼一共九千三百只,按照当时的报价,一共三十七点五七万, 四手五入我直接给您三十七万六。 崔瑶拿着计算器算道,这才五千只山鸡,光鸡毛就卖了这么多钱, 而山鸡肉以美金利润五十元计算,一共也就二十五万。 鸡毛真比鸡肉贵啊。 行,那多给的钱当运费了,我送您回去。 徐芳将这几箱子鸡毛放进车里,直接运到了海边, 让李叔把几个箱子送到九龙山脚,他则骑着摩托艇带着崔瑶。 给司机大叔打个电话,没多会,司机大叔就到了。 徐芳把箱子放进车厢,等崔瑶离开,自己才骑摩托艇回去。 回了村,吃过午饭已经十二点半,徐芳骑摩托艇到了扇贝养殖基地。 杨超这些人正在把捕捞的扇贝装带。 海底满满的都是扇贝,一上午的时间,十二人就捞了两万斤。 一起把扇贝运到何姐家,村民早已在此等候。 徐芳拍拍手,吸引大家注意,各位乡亲,扇贝的处理很简单。 我讲解。 何姐给大家做示范。 首先,把扇贝表面泥沙冲洗干净,用小刀插入壳缝,贴着壳臂一边,把备注一端切下,去掉一面壳,摘下内脏,然后沿着另一面壳的内壁,把备注完整地切下来,再用海水洗干净。 沥干水放锅里煮就可以了。 何姐灵巧的双手,很快把扇贝处理好。 本来就不难,大家看了一遍,就已经差不多了。 徐芳又让何姐示范两遍,然后找出准备好的小刀分给村民,让大家尝试下。 嘿,切下来了,不难啊。 就是,我还以为多难呢,原来这么简单。 大家议论纷纷,原本心里还没底,担心做不好的村民,此刻也放下心来等大家都练习几次。 徐芳又道,这步骤做好之后,烧一锅海水,必须等海水沸腾才能下锅。 等海水再次沸腾后,除去上面飘着的杂物,两分钟端出来,用海水洗干净。 沥水后拿出来晒,第一阶段就算完成了。 等何姐把扇贝全部煮好,徐芳把扇贝拿出来,放在凉席上。 这些步骤做完,依旧没任何难点。 做菜还要放调料呢,这东西直接煮就行,确实比做饭简单多了。 晾晒的时候,不能相互叠压,每天得翻两次,中午得找东西遮住或者放屋里,不能让太阳暴晒。 等它们全干了,干贝就做好了。 听徐芳说完,李二叔问道,没了? 没了,从制作到晒干,需要一星期时间。 大概三斤扇贝,能做一斤干贝,这次大家回去,我会每加分一些扇贝,你们把干贝做好,就来找王雪和称重。 虽然挣得不多,但做熟练了,每人一天也能晒出个两百斤来,多少能赚点。 徐芳笑道,众人对徐芳的话深信不疑,李二叔迫不及待地说了句, 小芳,啥时候发扇贝啊? 徐芳考虑了下,村里大概三百多劳动力,每人每天晒两百斤干贝,就得需要六百斤扇贝,一天就能消耗十八万斤啊。 考虑了下,徐芳才道,这些扇贝不够大家分的,这样吧,有没有想去养殖肠补捞扇贝的? 一天二百块,如果捞得多可以多发点。 我去,我也去。 一些老爷们做不来这精细活,纷纷出来报名。 徐芳挑了五十人,留着下午制作扇贝用。 有了这群人的加入,补捞的速度就快了很多,五点左右,十五万斤的扇贝就捞了出来。 一日,徐芳带着药扇完去了林香雪那,接林香雪和欣怡也要回燕京了。 林香雪又邀请徐芳一起回家,徐芳婉言拒绝,她也不强求,拎着年货根。 欣怡朝鸡场赶去,连续捕捞两天,海底的扇贝已经少了一半。 大年二十九,徐芳让招的那群人回家过年,而村民的速度也很快, 这么多扇贝都已经处理好,全都晾晒起来。 徐芳用了三倍薪资招了过年期间也出海的船员, 然后又招了几名帮手,就给赵洪彦放了个小长假。 而今天,郭颖也带着一千二百只海底冷热衣来装货。 因为来得早,而且人手带得足,忙到晚上就全装上。 大年三十,工地上的人都已经走完, 刘海莲在工地检查一劝,没问题后也拎着酒和药上完回了假。 整个房间只有邵静和徐芳两人。 邵静把门反锁,美目看了眼徐芳,将衣服一撩,徐芳立刻会议。 很快,客厅内就传来高亢的声音。 家里没人,而是时间相当充裕,两小时后,一切才停止。 邵静完全摊在沙发上,费力地垂了下徐芳肩膀,小声催道,坏毒子,地都要被你离坏了。 徐芳黑黑一笑,刚才可是你说不要停。 说着,徐芳学着邵静的声音,喊了两声。 邵静脸通红,称怒道,滚蛋,叮铃铃。 一段电话铃声传来,庆幸剧,还好没刚才打来,看了眼号码,董扬帆的,徐芳按了接听键。 董经理新年好,啥事啊? 徐总也新年好,跟您拜个年。 董扬帆清脆的声音传来。 董经理太客气了。 看徐芳跟自己打太急,董扬帆多了下嘴,直接入了正题,对了徐芳,干杯的事你还记得不? 好了没,我这还等用啊。 这才刚几天,哪有这么快? 徐芳翻了个白眼。 董扬帆顿时急了,那你准备了没? 准备了,放心就是,还能少你的吗? 徐芳安慰了句,说出了情况,这次大概给你准备了十五万斤,你看看能不能吃下。 十五万斤,董扬帆在心里迅速计算,一斤给这毒子一百, 十五万斤,可是一千五百万啊。 有困难吗?徐芳问。 是有点,不过也不是大事,我需要分期付款,等货到了给你五百万,剩下的三个月内还清。 如何? 董扬帆谨慎问道。 没问题。 徐芳对董扬帆的人品信得过,而且这些扇贝他也急于从海里捞出来,不然扇贝鸟根本没有投放的空间。 那谢谢徐总,扇贝大概多久好。 一星期后差不多,你们不是主打网上销售吗? 你也别太着急,年底了快递也不发货,不如好好过个年。 徐芳笑道。 哎,做生意的什么年不年的,你们做好就送来,我这边等用呢。 网上卖不了,我可以在实体店卖,要买的也不少。 再说,货到手了才放心。 董扬帆阵有词。 行行行,过了初六我就给您送去。 徐芳拿他没辙。 挂了电话,徐芳在村里挨家挨户拜年。 果子、好酒、服装、鞭炮等各种年货,徐芳每家拎了不少,村民对徐芳也连声道谢。 当晚,徐芳和邵静两人,一边大战一边看春晚,从八点到十二点,两人就没消停。 等结束后,邵静直接瘫倒睡着。 徐芳爱脸地把他放回卧室,自己开始给药扇完包装。 大年初一,徐芳骑摩托艇朝市里赶去。 四十分钟后,便到了秦老爷子家。 秦婆婆拉开门,当看到是徐芳,立刻眉开眼笑起来,拉着徐芳就朝里走,嘴里不住埋怨。 我说你,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 秦老爷子看到徐芳来了,也十分高兴,拉着徐芳嘘寒问暖,看得一旁秦月儿一阵不乐意。 究竟谁是你们亲孙女? 师父,我之前不是说过吗?多去我那酒店吃饭,前两天问了服务员,才知道你们根本没去几次,我又不差这点钱,你们别帮我省啊。 再说,这药扇真的营养丰富。 徐芳不满道。 见徐芳有这份孝心,秦老爷子老怀大胃,笑道, 嘿,我想起来了也就去了,再说大老远的去吃顿饭,不至于呀。 这里面是药扇碗,也是我们酒店做菜的配方,营养价值很高,长期吃强身健体,延年益瘦。 徐芳拆开一箱子,里面好几盒药扇碗。 师娘平时做饭,见到这种配方自然高兴,笑呵呵地收起来。 徐芳又取出七个酒葫芦道,师傅,这六瓶是我们酒店推出的秀兰酒,十年头多了,味道独特,市场上很少有卖的,口感和茅台差不多。 这大葫芦是黄酒,平时可以和师娘一起喝点,有养生的功效。 秦老爷子平时也喜欢喝两杯,文言拔开瓶塞,嗅着里面的酒香,眼睛不禁一亮,好酒。 随即,目光就落在葫芦身的字画,眼睛又是一亮,不错,雕刻进步很大。 稍有空我就会练习,师傅放心,这手艺我不会丢的。 徐芳恭敬道,看三人聊得热乎,秦月儿立刻不乐意了。 我说徐芳,爷爷奶奶都有礼物,就我没有。 徐芳还没说话,秦老爷子眼睛一瞪,训道,徐芳带这么多东西还不够, 天天就想着礼物,最近雕刻也不好好练。 秦月儿嘴一别,自从这老头找到徐芳这得意门声后, 他这个当孙女的地位就每况日下。 徐芳暗自叫糟,自己光顾着师父师娘,这妮子的礼物真忘了。 着急一摸口袋,徐芳眼睛一亮,一个玉葫芦就出现在他手中。 这玉葫芦的原材料,是当时救了戴帽龟,他作为救命之恩给自己的。 几块质量上成的玉石被郑秀兰三人挑走,剩下的两块,徐芳曾选一个,雕刻成了玉葫芦。 不过雕刻完成的那天,他就前往江陵市,这玉葫芦顺手塞兜里,一直也没管,没想到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怎么会没月儿的呢? 这不就是,徐芳笑眯眯地把玉葫芦递过去?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玉石,不过揭在手里,却并没感觉到冰凉。 秦月儿惊一声,随即仔细端向,玉葫芦小巧玲珑,胖嘟嘟得很可爱。 更重要的是,看着本来是晶莹透明的,但放在手心,却没有光透过。 秦老爷子本也没在意,不过看到孙女惊讶的样子,心里也有些好奇。 秦月儿他了解得很,虽然在雕刻上下的功夫不多,但眼力却不赖,而且口味雕得很, 一般物件可看不上。 凑近一看,当看清楚这玉石时,秦老爷子眉头也紧皱起来。 爷爷,您认识这东西吗?我看怎么有点像西折玉呢? 秦月儿好奇把玉,葫芦递过去。 秦老爷子接过,仔细看了半天,猛地大叫起来,是西折玉。 徐芳吓了一跳,急忙问,师父,什么西折玉? 这东西,你哪来的?秦老爷子激动问。 上次出海,潜水时还低减的呀。 师父,这究竟是啥玩意? 减的,你运气逆天了呀。 秦月儿惊叫一声,给徐芳解释,西折玉属于顶尖玉石之一, 全球也没多少这种玉种。 一大特点就是看着晶莹剔透,有点像水晶,但偏偏内部有很多构造,可以在内部对光线进行无数次的慢反射。 如果是玻璃或者水晶,透过它门可以看到对面的东西,但透过西折玉,却完全看不到。 就这么一小块,已经能卖几百万了。 这么贵,徐芳惊叫道。 秦老爷子一声最爱玉石,文言一脚踹了过去,胡子一翘道。 贵,这玩意可有价无事,岂是钱能衡量的? 碰到真正喜欢的,花千万购买也不是没可能。 徐芳感觉自己的心仿佛在低血,眼里闪着泪花欲哭无泪,用手笔划道。 师父,你咋早不告诉我,这么大的西折玉,我送了别人三块啊,更关键的是,他们还不识货。 秦老爷子两眼一黑,差点背过气,指着徐芳破口大骂,你这败家子。 那啥,我也是雕刻好了送的人,他们应该妥善保存了。 徐芳有些汗颜,没想到老爷子对宝石竟然有如此偏好,早知来的时候,去哪搜刮点好玉石来。 这还差不多,以后有什么不认识的材料,可以拿给我看看。 秦老爷子有些不满,这西折玉,我还没雕过呢。 徐芳眼睛一亮,师父,我那还一块,质量和这玉葫芦差不多,我明天带给您。 还有,秦老爷子登时一喜,急忙道,还等啥明天,现在就去,咱俩一起。 张莲摆了老半一眼,怒道,小芳才刚来,不能让他歇息会,等明天怎么了,整天就知道摆弄那点破玉。 张莲在家里,还是很有地位的,只是一瞪眼,秦顶立刻就怂了,小芳啊,明天哪也行。 徐芳对老爷子的心情很理解,笑道,下午得去趟沈领导家,还得回去那点东西,到时,我顺便把玉石带来。 这样好,秦老爷子一乐,像他这种爱雕刻的人,对好材料有着天生的狂热,已经做好今晚开始雕刻的准备,如果徐芳接不给他送来,恐怕今晚都睡不踏实。 张莲也了解秦老爷子的脾气,只是脆了一句,也没多阻止。 下午两点,酒足饭饱,徐芳就离开了。 接下来两天,徐芳把能见的人都见了一圈,这个年也差不多过去了。 大年初六,法定节假日最后一天,国内大部分人都已做好上班的准备。 中午,赵红艳和刘海莲前后脚地给徐芳打电话,说今晚会回粤海村。 挂了电话,徐芳有些失神。 这俩妞都回来了,郑秀兰啥时候回来? 这么多天了,这女人连个电话也没来,究竟在忙什么? 正沉思间,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叮铃铃徐芳精神一震,当看到号码,心又失落起来,按了接听见笑道, 孙大哥,啥事啊? 哈,之前过年,一直没时间,就把山金苗给你送去, 你现在有时间吧,孙勇爽朗的声音传来。 有空,尽管来就是,多久能到。 半小时后到九龙山码头,孙勇给个准信。 好嘞,我让人过去接你。 徐芳道。 和孙勇聊完,徐芳给过来开船的哥们打电话, 让他接应一下孙勇。 叮铃铃。 手机刚放下没一分钟,铃声再次传来, 看着上面的号码,徐芳按了接听笑道,和解,什么事? 小芳,乡亲们把干贝都带来了,我正称重呢,咱啥时候给大家节钱? 王雪和清脆的声音传来。 徐芳听后立刻道,先给乡亲们称重, 然后让大家准备下,吃完饭后推板车去海边。 咱们鸡苗又来了,等大家放好鸡苗,到时就结账了。 好,我跟大家说声,和解立刻道。 挂了电话,这次才算安定下来。 一小时后,徐芳站在三楼朝大海眺望。 偶然一扭头,就看到村民陆续朝海边赶去。 徐芳苦笑一声,照渔船的速度,到粤海村还得半小时啊。 算了,趁这个时间,给大家发酬劳得了。 等村民去得差不多,徐芳骑着平衡车到了粤海村的码头, 看到徐芳过来,村民笑着跟徐芳打招呼。 看和解也在,徐芳走过去小声问, 单子带了吗? 在这呢? 和解取出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每户干贝金树, 看着周围的人离他挺远,压着嗓子道, 小芳,你给乡亲们结账就行了,我那钱就不要了。 徐芳好奇问,咋了? 大家开始猜我是不是收了你钱, 虽然没当面说,不过别人议论的时候, 恰好被我听到了。 要让别人知道,一斤干贝,我赚三块五, 到时闲话肯定多。 而且,这次干贝太多了, 那么多钱我可不敢要。 和解急忙摆手。 徐芳看了看单子,十六万斤左右。 每斤和解赚三块五, 这一下就能赚五十六万。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要让别人知道他赚了这么多钱, 以后闲话肯定要说的。 不过和解和他,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自己的女人, 如果不给他点转头, 哪怕和解没意见, 他心里也不舒服, 当即道,和解也就这次做的干贝比较多, 以后每天最多需要一千多斤。 和解摆摆手道, 那也太多了。 考虑了下, 徐芳道, 这样吧, 我待会跟大家说, 我本来打算给你两块钱金, 但你不要, 我就给村民们算一斤两块, 然后告诉他们, 我给你发工资, 每月四千五。 这样, 大家不仅不会再猜测, 反而会感谢你。 不过这样, 你赚的就少了, 一斤也就赚三块钱。 只要咱俩口径一样, 谁也不知道。 和解摇摇头, 郑重道, 那也太多了, 一斤我最多赚五毛, 多了我不要。 村里人就这样, 质朴纯厚, 知足常乐。 有时候给的太多, 反而心里不踏实。 徐芳考虑了下说, 这样吧, 这次你也怪辛苦, 给你三万的酬劳, 接下来两三个月就没啥活, 以后每天大概能做一千多斤干贝, 一斤给你算一块钱。 以后要是感觉少了再跟我说, 我再把钱给你提提。 不少了不少了, 一定不提, 这结果已经大大出乎他的预期。 村民看徐芳和和解叽叽咕咕的, 一个个也很好奇。 以徐芳的耳力, 自然听出有人议论, 和解究竟收了徐芳多少好处。 徐芳心知, 如果接不把事说开, 以后和解在村里, 肯定会遭更多人议论。 拍拍手吸引村民的注意, 震声道, 乡亲们, 跟你们说件事, 和解之前帮过我大忙, 干贝制作, 这活我才承包给了她, 美金, 我给她算两块钱, 她赚五毛。 以前善备少, 择钱收也就收了。 不过, 刚才和解说, 不能要大家的血汗钱, 以后的干贝, 就按两块钱一斤给大家算吧。 原本还议论和解的村民, 听后不禁有些惭愧。 一瞬间, 大家对和解的好感大增。 小芳, 这怎么行, 雪和好歹也帮我们称重, 也不能白劳动吧。 张沈立刻出来打抱不平。 对啊, 小芳, 雪和家里还有娃上学, 不能白忙活, 要不就按一块五算吧。 张大爷也说了句, 嗯, 我跟和解商量了下, 每个月给她发四千五的工资。 虽然不多, 但也够生活, 大家也别羡慕, 和解生活也不容易。 徐芳温和道, 王雪和丈夫死得早, 村民也都清楚, 这女人不容易, 而且四千五之前也不多, 一些人心里的疙瘩自然也解开了。 好了, 金苗回来还得等会, 咱们把做干贝的工资发了。 蓝嫂家一共四百六十斤, 九百二打您银行账户了。 张大爷家一共四百零三斤, 八百零六块, 也打银行卡去了。 徐芳一个个抱出来, 每斤多赚了五毛, 村民心里也无比高兴。 等钱发完没多久, 就听张婶叫道, 渔船回来了, 众人急忙扭头看去, 果然看到渔船朝村子驶来。 五分钟后, 渔船在码头停靠, 孙勇大笑着走出来, 给徐芳一个雄抱, 不好意思啊, 这次人手少, 在码头装货用了点时间。 辛苦孙大哥了, 还是老规矩, 检查鸡苗没问题, 尾款今天准到账。 徐芳笃定道, 跟徐老弟做生意, 就是爽快, 你放心, 这次鸡苗品种更优质, 成活率几乎百分百。 孙勇随便打开一箱子, 里面的山鸡苗, 果然各个生龙活虎。 双赢, 双赢, 徐芳客气了句。 按之前村民订购的数量, 徐芳挨个读名字, 念到名字的人, 眉开眼笑地上船, 把装鸡苗的箱子, 抱到自家版车上。 很快, 各自都领了鸡苗, 船上还有多出的石箱。 有坏了的, 这些就补上。 如果没有, 这石箱免费赠送。 孙勇做生意, 也不拘泥这点。 徐芳让村民检查下, 这次山鸡苗的成活率, 确实比上次高, 这十万只下来, 出了问题的都不到五十只。 孙老板这次的货质量好, 希望下次的质量还能这么硬。 徐芳笑道, 你一百个放心, 我也希望老弟以后能多订我这的货。 质量、品种、健康程度你都一百个放心, 从叶山鸡孵化几十年, 咱这的技术也不断发展, 时刻与先进水平保持一致。 孙勇保证道, 可以, 以后的订单只会越来越大,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孙勇激动道, 已经有了养殖经验, 孙勇给大家口头念叨一遍养殖注意事项, 村民就纷纷朝鸡舍跑去。 让陈大牛送孙勇这些人回去, 自己则去工地, 找了辆小货车开到和姐家。 和姐也跟大家一起去鸡舍了, 家里也没人。 院墙下方, 一袋袋干贝整齐放着。 徐芳肩膀用力, 将干贝袋子挨个放在车上。 连续运了两趟, 徐芳才把十六万斤干贝装在渔船。 让开船的师傅把船开到码头, 徐芳给陈大牛打电话, 让他在码头等候。 随即, 徐芳找出司机大叔的电话打过去。 徐兄弟, 新年好啊, 要拉货, 马师傅问道, 对, 我这有十六万斤的货, 你看看能不能找车帮忙运下。 徐芳问, 这么多, 一次拉完得再找七辆车。 先说好啊, 这玩意比较沉, 而且大过年的, 一车得三百块。 马晓波报了价。 对这价格徐芳并不意外, 笑道, 行, 赶紧来吧, 我半小时后到码头。 把干贝装车, 徐芳给董阳番打了电话, 董经理, 干贝四十分钟后到货, 你安排下人搬货。 董阳番惊喜道, 好, 我这叫人来。 到了地儿, 董阳番问, 一共多少斤, 你们撑了吗? 撑了, 一共十六万一千八百三十斤, 干贝都是村民做的, 每家做了多少都有记录, 你再撑一次吧。 徐大老板肯定不差我这点钱, 就按这个数来吧。 董阳番挥挥手, 示意店里的人卸货。 等货全部卸下, 徐芳支付了车费后, 跟着董阳番进了办公室。 招呼徐芳坐下, 给徐芳期了杯茶, 董阳番笑问道, 徐总, 这么多干贝, 一下无法销售出去, 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 先结算五万金, 已经是我们最大能力范畴, 希望徐总能理解下。 看了眼董阳番, 职业装, 挥不裙, 深深看了眼才到, 之前董经理就解释过了, 完全可以理解。 董阳番眼里闪过一丝感动, 急忙道, 徐总放心, 我们会在三个月内还清。 徐芳考虑了下, 现在三个海湖, 都装有海底冷热仪, 这么一来, 四个月成熟一茬, 每个海湖能产一百万斤, 平均下来, 每个月善备产量, 就达到了七十五万斤。 而自己三个酒店, 一个月满打满算能用个二十万斤, 剩下的五十万斤, 如果运作不出去, 就只能放缓养殖速度了。 而自己的酒店发展速度, 也不是说开就开的。 想全部吃下, 也得十几家酒店才行。 发展到那种规模, 怎么也得一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今年内, 自己必须得把多余的扇杯 都运作出去。 董经理, 不知道你们一天, 能销售多少干杯? 徐芳问。 如果运作得好, 一天能卖出一千斤干杯。 董阳翻想了想道。 徐芳眉头一挑, 问, 那这十五万斤干杯, 你们得运作多久才能卖完? 这只是以之前的运作力度来算的, 主要还是徐总供货数量, 我们放心不下啊。 万一运作起来突然断货了, 岂不就坑了? 这样很容易让口碑变坏。 董阳翻叹口气道。 想到之前给董阳翻断货的事, 徐芳老脸一红, 解释道, 当时的扇杯都是野生的, 数量也不好控制, 现在不一样, 都是我们自己养殖, 有多少都能给你个准数。 董阳翻打理一个店铺, 本就无比聪明, 听徐芳这么说, 心不禁一动, 也就是说, 徐总以后能提供更多的货。 徐芳点点头道, 远得先不说, 今年内, 平均每月能给你提供十万斤干杯, 这些货董经理能不能接? 董阳翻眼中闪过浓浓的惊喜, 脱口问出问, 没骗我, 骗你做啥, 不过我希望先听听董经理的运作方式, 万一你卖不出去, 而我也没去联系其他收购商, 这些善备只能在我们养殖基地养着, 浪费饲养资源。 徐芳提醒道, 董阳翻心里一片火热, 今年每个月能供应十万斤干杯, 一年就有120万斤, 去掉进货, 渠道运营, 人工成本, 每斤干杯的利润也能达到30元, 120万斤, 那就是3600万元的利润。 这样的利润, 相较于现在的塔塔海显电来说, 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而且能经营出自己的品牌, 哪怕明年一斤货都供应不上, 自己用稍微次一点的其他商品顶上, 也能维持店铺运转下去。 深吸口气, 董阳翻也说出理由说服徐芳, 这点徐总完全可以放心, 虽然我们店铺不大, 但我经营海鲜生意, 已经五年了。 五年时间, 不管进了多少货, 我这很少有积压的情况。 我相信我的运作能力, 一月十万斤可以消化得掉。 现在你每天消耗一千斤, 一个月满打满算, 也就三万斤, 不知你打算怎么运作。 徐芳追问了句, 之前我也提过, 我们的实体店虽然不大, 但我们的销售渠道, 主要还放在网上, 市场面向的是全国。 各种宣传渠道, 我们都能挂上, 如果全面铺开的话, 每天消耗三千斤干贝, 根本不是问题。 而且这种野生干贝很抢手, 我完全能朝超市, 酒楼里供货。 说句不客气的, 如果真要我放开手脚, 每个月五十万斤, 才是我想要的数字。 董阳翻审然一笑, 看他表情很是笃定, 徐芳点点头, 行, 那咱们合作愉快。 不如我们签的协议, 我真担心徐总的干贝, 说断就断。 董阳翻提议, 徐芳对此没意见, 行, 那董经理你定合同吧。 董阳翻以前也签署过类似协议, 找个模板填好, 打印出来, 两人签字后, 才相互击掌。 合作愉快。 嗯, 合作愉快。 出了门, 徐芳打了量出租, 眼看要到九龙山脚, 手机铃声就传来。 看了号码, 是刘海莲的, 徐芳急忙按了接听。 徐芳, 你在哪儿呢? 我跟红燕快到九龙山了, 是你来接我们还是找大牛, 刘海莲的声音传来。 正巧, 我也快到了, 我等你俩。 徐芳笑道, 太好了。 到了地方, 徐芳没等两分钟, 刘海莲和赵红燕就下了车。 刘海莲还是老样子, 短发, 很瘦, 看着干练。 赵红燕也没变, 文文静静。 上了摩托艇, 徐芳带两女回村。 当天下午开始, 刘海莲这里的工人, 以及徐芳这边超市的工作人员, 也都陆续回了村。 徐芳在贴吧, 论坛和越海村官网上, 也发出了告示, 越海村旅游, 大年初期正式开始。 大年初期, 新年上班第一天, M省, 敏州市, 省厅内, 庄襄南端坐在办公室, 看着手中的文件。 作为一省之长, 哪怕是节假日, 庄襄南都很少休息。 也就大年三十下午和大年初一, 走访了些亲友, 其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办公室处理工务。 他平时清正连节, 一心为民, 在M省有较高的口碑。 今年省内各市区的发展, 和去年比, 确实有所增长, 不过和往年比, 发展的速度还是慢了些。 而且, 城市发展速度较快, 农村人一起朝城市打工, 造成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 看着厚厚的文件, 各个地区大同小异, 庄襄南长叹口气。 虽然发展势头不错, 但却没让他感到惊喜的东西。 随即, 他把经济增长的各项报告书放一边, 拿出了贫困地区的相关文件。 虽然M省很是富饶, 但并不代表没有落后的地方。 他很清晰地记得, 偌大的M省, 还有四个村子严重贫困, 很难发展, 必须要靠低保度日。 十三个村子, 经济能有所改善, 但却需要大额资金扶持。 打开文件一个个翻阅, 上面写的东西, 无一例外, 全是开口要钱。 事关民生大事, 马虎不得, 叹了口气, 这些地区他也知道, 想发展太难, 在每个申请单上, 挑选靠谱的签了字, 才长输了口气。 随即庄香南眉头又皱在一起, 咋感觉少了点什么呢? 正考虑间, 突然一拍脑袋, 好奇念叨了句, 岳海村的申请哪去了? 没交吗? 又把贫困地区的资料看了一遍, 还是没找到岳海村的信息, 庄香南见眉一皱, 这老沈杂也不靠谱了, 这么贫困的村子也不报, 我看看你们是发展得怎样了。 说着, 庄香南又重新找出青云市的汇报, 上面的内容与其他是大同小异, 但翻了一页, 庄香南的眉头不禁一跳。 刚刚他也只是详细看了三个市的发展, 其他市去的都是大致看了遍, 青云市确实没怎么关注。 第二页最上面一行字, 写的岳海村经济发展建设, 这不是自己要找的村子吗? 这种文件, 越朝前越重要, 放在第二页, 难不成越海村已经艰难到这种地步了? 带着好奇, 庄香南朝下看去。 越海村在青云市, 发展迅速, 短短半年时间, 就以脱贫致富, 人均越收入五千元。 看到这行字, 庄香南心狠狠一跳, 越收入五千元, 扯啥肚子, 这是两年收入吧。 再朝下看, 他就越心惊。 村长郑秀兰绘制兰心, 一心为民, 与村民徐芳一起, 为村子建设, 做出了巨大贡献。 越海村被九龙山环绕, 常年闭塞, 与外界很难沟通, 常年处于落后状态, 但经过一番努力, 郑村长上任不到一年时间, 就有了很大程度提升。 难不成是真的, 看到这, 庄香南心里一吐, 急忙朝下看。 只是看了一段, 庄香南猛地一拍桌子, 妙啊, 山路走不通就走水路, 这主意真好。 这么多年, 也没人想出这主意, 小郑真是人才。 深吸口气, 庄香南又朝下看去。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越海村得天独厚, 拥有很多自然条件。 秀丽的风景, 清新的空气, 清澈的海面, 丰富的海洋资源, 村民也将资源利用起来。 捕捞扇贝等海鲜出售, 人均收入紧追城市平均收入。 随后装修民宅, 打通水路, 依靠优美的自然环境, 创建农家乐。 从游客, 住宿, 消费等方面营收, 不仅获得游客大量好评, 村民收入再次提升。 当看到这里, 庄湘南抬头深吸口气, 这一瞬间, 他对越海村的发展也充满了兴趣。 一直到创办农家乐, 人均收入达到了三千, 那大家的收入究竟如何达到人均五千的? 庄湘南起身, 将材料放在身后, 在屋内不断夺步猜测。 一个没有上面扶持的小村子, 创建了农家乐, 恐怕也没那么多游客, 享有这么多收入, 难不成是捕捞了更多海鲜? 带着好奇的心情, 拿出材料看了看, 脸上的肌肉不禁一跳, 只见纸上写道。 郑村长意识到, 海鲜资源毕竟有限, 总有枯竭那一天, 后来与村民徐方商议, 最终决定走可持续发展路线, 办起了扇贝养殖, 养鸡场, 听说养鸡场已经收获, 扇贝也即将收获。 加上村内其他临时活, 村民平均收入接近五千。 经郑村长介绍, 以后的越海村会稳扎稳打, 逐步提高。 而越海村也给我是其他落后村庄, 做了优秀表率, 成功带动了各村镇致富热情, 整个青云市农村, 都在潮心心向荣的状态成长。 当把越海村大体发展历程看了一遍, 庄香男才意犹未尽放下材料, 嘴上不断感叹, 妙, 这地方真是妙极, 也不知接下来越海村想怎么发展, 真让人期待啊。 感叹两句, 本想再审阅其他档案, 但刚拿起其他文件, 又忍不住放下。 现在他心里, 已经完全被越海村的发展计划吸引住。 想了想, 庄香男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青云市, 沈建在办公室, 心情比较轻松。 这些年, 他打理青云市, 最大的心病, 就是几个落后村子发展问题。 但有了越海村的发展经验, 以及徐芳提供的支持, 大家或多或少找到了致富法子。 虽然赚得不多, 但和之前比, 确实是个上扬的势头, 只要继续引导, 总有壮大的一天。 而之前那七个最贫困的村子, 徐芳也提供了商机, 让各村种植药材。 看今天反馈上来的消息, 再过几天, 药材就能全部收获了。 如果徐芳能稳定收购药材, 那这些村子的人, 以后就不用再领取低保度日。 如果再辛苦些, 做点其他活, 怎么也能奔个小康了。 这些欣欣向荣的局面, 让沈建心情很激动。 如果把这些村子带上正轨, 绝对能在自己的履历上 增加浓重的一笔。 叮铃铃, 正高兴间, 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 看了来电显示, 沈建一个机灵, 急忙拿起化简, 领导, 我是沈建, 您有什么指示? 别这么正式, 我也就随便跟你聊聊, 这个年过得好吗? 听着庄香南温和的语气, 沈建心里微微一松, 笑道, 老领导挂念, 挺好的。 那就好, 咱们作为人民公仆, 也就过年这两天 能放松下, 接开始又得忙喽, 打了句官腔, 庄香南才问了目的, 对了, 我看了你们是今年的资料, 有些小问题想问一下。 您尽管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我看你在资料上, 着重提了下岳海村, 我看完后, 也感觉不错。 不过资料上, 你就写到了, 他们饲养山鸡, 扇贝, 接下来岳海村发展步骤却没提, 你能借照下吗? 听到岳海村, 沈建心里了然, 一个村子发展这么快, 领导肯定好奇, 整理了思路道, 资料上写的, 都是村民现有的财产, 当然还有些隐形的财富, 我没朝上写, 也不知怎么写。 你慢慢说, 咱们就随便聊聊, 还有, 那个村民徐芳又是什么身份? 庄香南对岳海村越发感兴趣, 岳海村的发展, 不仅又是郑村长的功劳, 村民徐芳也功不可没, 岳海村就被他承包下来, 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之事他一个小目标, 他最终的目的, 是把岳海村建造成国内知名风景区, 而且已经在建设了, 宾馆, 海滩, 海边站岛, 必要的马路, 观日台, 超市等等, 虽然距离建成还有不少距离, 而且现在比较简陋, 但我相信不出几年, 一定能建成不错的地方, 沈剑对徐芳的计划, 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把有限了解的东西说出来, 最后补充一句,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剧本的发展计划, 他们也没说, 我最近去他们村看一看, 详细了解下情况, 把沈剑说得消化一会, 庄香南采道, 不用, 最近我会亲自过去, 这事也不用朝外说, 对了, 有越海村这样的榜样, 可以给其他落后村借鉴下, 我看今年除了越海村, 其他村还要申请低保, 扶持, 听领导提这个, 沈剑微微一笑,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 这两个月内, 大概有三十多个村子, 情况都会扭转, 听沈剑如此笃定的话, 庄香南京亚问, 原因呢? 还是越海村的徐芳, 与别人合伙创建了秀兰集团, 公司很有实力, 因为他们需要一些药材, 干脆就把药材种植的任务分到各村, 一共有十七个村子与徐芳合作, 而这个月, 那些药材陆续开始成熟, 只要处理好就能盈利了, 剩下的一些农村, 本就有不少资源, 受到越海村的启发, 也开始发掘村子的潜力, 一些村子成功转型, 手工业发展比较迅速, 沈剑报喜道, 不错, 庄香南肯定了沈剑的工作, 笑道, 好好干, 以后我们或许能做同事, 沈剑心里一喜, 和庄香南做同事, 那必须得进了省内才行啊, 虽然他淡泊名利, 但入了这个圈子, 谁不想更进一步, 当即保证到, 不会让您失望的, 越海村, 各项工作也都开始展开, 景点的重新开放, 以及村里工程重新动工, 徐芳家里, 徐芳几人正聊着工事, 红燕, 最近出海感觉怎样, 海鲜有明显减少吗? 徐芳询问道, 咱们这片海域, 几乎没人捕捞过, 海洋资源很丰富, 我们一天捕捞两次, 其实只是毛毛雨, 并不影响生态, 提了一句, 赵红燕也说出了隐患, 当然也不能盲目乐观, 这样的量是正好的, 如果再多捕捞, 应该会逐渐打破这种平衡, 不过, 你那些酒店不断发展, 对海鲜的需求很大, 如果还想用野生海鲜当原材料, 可能得为雨绸缪一下, 想想办法, 徐芳看了眼少镜, 问, 一些海鱼, 可以人工饲养吗? 可以, 小黄鱼, 大黄鱼, 石斑鱼, 多宝鱼, 这些咱们常见的, 都是可以养殖的, 如果想用野生鱼苗的话, 还得现培育, 从鱼卵到成鱼, 哪怕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 也得要两三年的时间, 才能把第一批鱼养殖成熟, 总的来说, 以长远的目光来看, 是值得的, 但前期要投入太多, 那这事先放放, 到时再说, 酒店不断发展, 海鲜肯定是源源不断地需要, 但饲养的时间太长, 需要的场地也大, 究竟划不划算, 等郑秀兰回来再商议一下, 海莲, 你这边的情况怎样了? 徐芳又问, 刘海莲笑道, 我这工作进度很稳当, 再有两月, 那两栋住宅楼就能住人, 到时你直接让村民搬进去就行, 酒房下周能建好, 你要是着急使用, 现在就可以采购酿酒设备了, 不错, 徐芳称赞一句又问, 现在建设有什么困难吗? 刘海莲沉思片刻才道, 困难倒不多, 毕竟你这资金给得很及时, 工期不会影响, 唯一不足的就是绿化问题, 咱们村的土质不行, 酒店周围就没绿化, 已经很影响美观了, 如果住宅楼附近也没绿化, 可能会显得没活力, 提到绿化, 徐芳也想到了自己的蚯蚓养殖场, 笑道, 这个不用担心, 最近我会运来一批蚯蚓粪, 可以直接种植, 刘海莲眼睛一亮, 惊喜道, 蚯蚓粪是种植花草最佳的肥料, 几乎适合所有植物, 之前我针对古城和景区的设计里, 在绿化方面要求不高, 如果蚯蚓分数量多的话, 我绝对能让景点的质量更上一台阶, 放心, 管够, 几人聊了一会, 徐芳上了三楼, 拿出手机给周杰打个电话, 没响两声, 电话就被接通, 周杰清脆的声音传来, 徐芳, 啥事啊, 哈, 周老师现在在哪呢? 徐芳问, 当然在江陵, 工作日第一天就上班, 夸夸我, 周杰年近四十, 突然俏皮了句, 颇有种萌态, 让徐芳心里一样, 周老师这么漂亮, 壁花修月沉鱼落雁,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非要靠才华, 这么有才华, 还如此敬业, 这样的人才, 真是千金难求, 能来我这做事, 真是我三生有幸, 讨厌周杰称了一句, 语气狠嗲, 毕竟是聪明的女人, 收了玩笑心思, 正色问, 找我啥事啊, 咱们蚯蚓粪怎么样了, 出来了吗? 徐芳问, 嗯, 明天就能全部收集完, 这边场地也不多, 蚯蚓粪必须快速运走,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来一趟呗, 周杰邀请道, 行啊, 啥时候过去, 越快越好, 都怪你, 之前跟人家半个月, 每天都把人家塞满, 这十天半个月的见不到你, 每天感觉空空的, 听周杰如此劲爆的话, 想着他那时的姿态, 和白天端庄的样子, 完全成了反比, 心里一样的, 那我明天过去, 对了, 岳海村这边车开不进来, 得提, 钱装袋或者装箱, 不然很难运进村, 行, 那我用大麻袋装上, 你用完记的袋回来, 可以重复使用的, 对了, 饲养一个月了, 蚯蚓一部分已经长成, 数量太多, 咱们场地不够, 这次你要不要带点回去, 嗯, 带点回来, 等我明天过去一起坐了吧, 徐芳笑道, 一日, 徐芳和刘海怜三女说了声, 自己骑着摩托艇朝九龙山赶去, 到了火车站, 买了张高铁票, 上午十一点, 徐芳就到了江陵市, 拿出手机给周杰打个电话, 很快电话就接通, 徐芳, 到哪了? 周杰的声音传来, 到江陵了, 现在在出租车里, 你现在在养殖场, 还是在家? 徐芳问道, 你直接来家吧, 我现在回去, 这大中午的突然回家, 徐芳用脚丫子也能想明白, 心里一样道, 那行, 挂了电话, 徐芳跟司机说了地址, 便开始闭目养神, 之前采购了两千吨小蚯蚓, 现在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蚯蚓应该都长大不少, 总重量应该超过了四千吨, 以蚯蚓的排分能力, 这个月的蚯蚓份, 应该也能收集个近三千吨, 运回去的话, 怎么也能把建筑周围的绿化给搞定了, 只是绿化究竟用什么植物, 普通的植物虽然也有绿化效果, 但终究不是徐芳想要的, 本就是风景区, 如果每样东西都有特色, 对游客的吸引力, 无疑会增大很多, 琢磨半天也没个头绪, 徐芳不禁摇摇头, 有空去花鸟批发市场好好瞅瞅, 为了上班方便, 徐芳给周杰租的地方, 也比较靠近郊区, 到了地儿, 都已经四十分钟, 敲响房门, 很快门被周杰打开, 看到徐芳回来, 周杰惊喜叫了声, 急忙把徐芳拉了进来, 虽然是租的房子, 但装修还可以, 木制地板, 装修风格偏欧式, 很有格调, 也比较温馨, 没吃午饭吧, 要不我先做个饭, 进了门, 徐芳客气了句, 周杰白了徐芳一眼, 翠道, 做什么饭, 得性, 房门外, 一面容清秀的女孩, 正站在门口, 连已通红一片, 她虽然是周杰学生, 但年纪也不小, 之前一直考研, 今年都二十六了, 考研后, 周杰就帮她介绍了工作, 待遇六千, 对她这种刚毕业的人来说, 这待遇已经不错, 听周杰的意思, 她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而且, 这房租还是老板给交的, 他们平时吃饭也是自己做, 可以说食宿方面, 几乎没有多少开销, 在这里上班自由, 不累, 更重要的是, 养殖蚯蚓 还是她主修的专业, 她完全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做自己的科研, 尝试各种养殖方法, 她以前是周杰学生, 周杰在大家眼里一向端庄, 况且, 有这样的待遇, 工作内容, 工作环境, 都是因为周杰介绍她来的, 无论从尊师重道的角度, 还是周杰对她有之欲之恩, 周杰在她心里印象, 算是端庄稳重的女人, 如果不是她借下班, 真没想到周杰还有这么一面, 不过她并不觉得周杰不检点, 反而十分理解, 这么多年一个人过, 寂寞也是难免的, 别说是周杰, 有时候她也会在生理上 有难以抑制的渴求, 本想直接离开, 但里面的声音却如有魔力, 让钱文文的脚根本挪不开, 她自己晚上寂寞的时候, 也会自己解决一下, 肯定没这么大动静, 这只能说明, 里面不是一个人, 虽然房间隔音很好, 但周杰的声音实在太大, 徐芳我不行了, 徐芳再用力的话, 随着她仔细去听, 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徐芳, 这不是老板的名字吗, 难不成她被老板给钱了, 想到这里, 钱文文不禁皱了皱眉,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个老板未免太恶心了, 不过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钱文文却改变了这层想法, 眼里也水汪汪的一片, 不说别的, 周杰十一点离开养殖场, 再慢到家也才十一点半, 哪怕屋内的两人十二点才开始, 现在都已经十二点四十五了, 光平徐芳这战斗力, 也值得背钱了, 一时间, 钱文文感觉自己, 心竟然砰砰跳了跳, 灯灯灯, 一阵高跟鞋声音从楼梯传来, 应该是有人走楼梯上来了, 钱文文心里一急, 屋里声音不小, 自己在门口偷听, 被人多尴尬, 情急之下, 钱文文无比机智地按响了门铃, 赶紧, 文文回来了, 听到门铃, 周杰一紧张, 急忙催了剧, 文文, 怎么才回来, 虽然伪装得不错, 但现在的周杰, 还没一点力气, 养殖场的蚯蚓, 排水系统出了点问题, 我给检查了下, 回来晚了点, 周杰你怎么了, 不舒服, 脸怎么这么红, 钱文文明知故问, 周杰心一慌, 急忙扯了个主意, 没啥, 咱们徐总来了, 收拾下房间, 来, 带你介绍下, 这就是我们徐总, 徐芳, 这是钱文文, 徐芳看了眼钱文文, 看着很单纯, 有点像明星李语儿, 一米六的个头, 白T恤配着短裤, 很青春活力, 虽然领口不低, 但那团子, 却把衣服撑起, 显得很壮观, 文文你好, 徐芳笑着打招呼, 钱文文也好奇地打量徐芳, 之前只是听说过, 但现在看到, 她才惊讶地发现, 徐芳比自己想象的年轻多了, 甚至有种比自己还小的感觉, 并没有大老板的那种爆发户气息, 那一身文化衫虽然看着好笑, 但身上的气质让人很舒服, 而且长相清秀, 侧脸线条棱角分明, 很耐看, 这样的外貌, 已经远远超出她预期, 一时对徐芳也有些好感, 甜甜地叫了声徐总, 饿了吧, 我去做饭, 徐芳笑了笑, 我来吧, 钱文文心里一惊, 让老板做饭这时, 她真没想过, 不用, 让徐总去吧, 周杰可跟徐芳不客气, 等徐芳去了厨房, 钱文文才放松下来, 惊讶道, 徐总看着好年轻哦, 是啊, 年轻有为, 你不还单身吗, 要是有兴趣, 可以多接触下, 周杰笑了笑道, 算了, 我一个小职员, 可不敢想, 再说我对他没感觉, 就是看着年轻惊讶下, 撞破了周杰和徐芳的关系, 他可不想再卷进去, 随即眼光一扫, 看到了自己斑斑的沙发, 诧意道, 沙发怎么了, 周杰心一颤, 赶紧扯了茶几上的卷纸抹干净, 道, 刚刚不小心把茶水撒上了, 钱文文心里暗笑, 不过也没点破, 半小时候, 徐芳端着三菜一汤出来, 朝两女招呼, 开饭咯, 嗅着浓郁的香气, 钱文文有些吃惊, 好香啊, 徐总厨艺这么好, 随便做点, 吃吧, 徐芳很谦虚, 徐总可是秀兰集团的股东, 咱们做饭的药膳丸都是徐总给的, 算是大厨中的大厨, 能不好吃吗? 周杰解释了句, 听到这钱文文又惊讶了下, 没想到徐总竟然这么大来头, 吃过饭后, 三人休息了一阵, 便朝秋营养职场赶去, 下了车, 周围不少人都见过徐芳, 看到徐芳纷纷打招呼, 一些新招的人, 看到大家这么尊敬, 开始打探徐芳身份, 这人名字好奇怪啊, 叫徐总, 啥叫徐总, 这是咱们大老板徐芳, 一些知道的人立刻解释, 这么年轻的老板, 真厉害啊, 可不呗, 看到他人我才想起来, 徐总那可是真牛逼, 咱们市的花爷, 你听说过吧, 就那头号大混子, 知道啊, 咋了, 之前看中了咱这养殖场的地盘, 派了几十号人来找茬, 想让咱们搬走, 我们都以为要滚蛋了, 谁知徐总一来, 就一个人, 把所有人都打跑了, 一知道情况的人, 会声晦涩地描述, 旁边那些不知情的眼睛瞪大, 卧槽, 真的假的, 老王你吹牛的吧, 一个人打几十个, 骗你干啥, 不信你问老张, 当时他也在, 老王立刻不乐意了, 一旁老张眼睛一瞪道, 什么几十人, 至少一百个, 徐总就朝那一站, 拎起一个人, 就朝人堆轮, 最后那群人, 竟然全被徐总强制拉来当小工, 一天五十还不包食宿, 本来要半个多月才能做完的活, 有那群人加入, 十天全做完了, 对对对, 后来那大混子怕了, 接下来又送了一些人来, 老王补充道, 当时去干活的小工, 确实有些人都目睹了全过程, 此刻纷纷作证, 很快, 徐方的英勇事迹, 就在养殖场传开了, 徐方倒不知道, 员工这么议论自己, 跟周杰进去转了一圈, 养殖场分为养殖区, 饲料发酵区, 饲料收集区, 蚯蚓粪收集区, 如今在粪便收集区上, 已经对方了不少泥土一般的蚯蚓粪, 将这些蚯蚓粪全收集起来吧, 装袋捆好, 今晚装车, 等把蚯蚓粪全装好, 找集装箱装蚯蚓, 晚上天不热, 路也不堵, 找个靠谱的物流公司, 让它, 能开夜车送去, 明天一早正好能到青云市, 徐方吩咐道, 周杰点点头, 白天天太热, 对蚯蚓并不好, 扭头对钱文问道, 把大家都召集来, 现在开始装袋吧, 好的, 钱文问暗响了集合铃, 听到声音, 工人全都跑来了, 兄弟们, 咱们养殖场平时活不多, 但忙起来也要命, 借得辛苦大家, 把蚯蚓粪全装袋, 五点钱全装好, 徐方吩咐道, 好嘞, 这帮工人才听完徐方的英勇事迹, 哪敢不听徐方指挥, 收到吩咐, 争相拿起麻袋装蚯蚓粪去了, 以前大家装土, 沙子等东西, 需要一个人撑着口袋, 另外一人拿着铁仙, 炒里铲土, 随着科技的增长, 装袋也不需要以前那么麻烦, 一辆铲车一大铲子下去, 直接倒进一台搅土机器进土口, 随即, 蚯蚓粪就顺着几个出口, 源源不断地排出, 工人只要拿起口袋, 直接过去接就可以, 接满后, 朝一边一放封口, 后面的人立刻拿袋子补上, 一个出口十秒装一袋, 这样的效率下, 速度无疑快了很多, 徐方找个捆好的袋子拎了下, 二百多斤, 装袋的话, 两千多吨的蚯蚓粪, 怎么也得一万袋, 这些麻袋多少钱啊? 徐方好奇问, 咱们批发得多, 十万块钱给了十五万只袋子, 麻袋价格比鱼鳞袋子贵, 不过耐用得多, 换了还能修补, 咱们运输蚯蚓粪也不是一次两次, 还是这个划算。 周杰解释道, 对此徐方没意见, 点头笑道, 很好, 没太大问题。 对了, 钱还没给, 你得给转过去, 这是账号, 发票明天我需要。 周杰拿出手机, 上面有一个银行账户, 徐方也不磨叽, 打开手机银行, 把麻袋钱赚了过去。 没过两分钟, 周杰的电话就响了, 嘿, 应该是他们收到钱了。 周杰扬了扬手机, 按了接听键, 果然是麻袋公司的电话, 那边的负责人对周杰的信誉大赞一番后, 才挂了电话。 没给钱, 就把袋子先拿回来, 你真厉害啊。 徐方有些惊讶, 咱们公司一直付款及时, 虽然才开业, 但在江陵市也算有点名气, 大多愿意赦账。 周杰有些得意, 最后奉承了句, 当然, 还是你这当老板的大方。 徐方笑了笑, 也不是缺钱, 不能让你太难做。 行了, 现在去联系辆车。 爸, 对了, 咱们公司还有其他需要投入的吗? 确实需要一些, 比如, 秋莹也不能全吃牲畜粉, 最好掺点蔬菜, 植物等东西, 这样也健康。 大概多少钱? 徐方问。 我还没问, 不过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太好了, 烂了得也行, 价格相对来说会便宜很多, 有空我去问问。 周杰也估摸不出数字, 那有空去问问。 徐方笑道, 叮铃铃。 正谈话间, 徐方的手机铃声传来。 看了看号码, 徐方神色一正, 因为号码的联系人, 竟然是江陵市环卫局的副局长吕涵。 对这女人, 徐方很有好感。 当初就是吕涵帮她走了关系, 才这么轻松拿下了养殖场这块荒地。 按了接听见, 徐方急忙打声招呼, 吕局您好, 新年好啊。 新年新气象, 徐总也新年好。 徐方到了声谢, 问道, 吕局找我有事, 你开设的秋营养殖场, 解决了天然绿养殖场的牲畜粪便污染, 事理对你们单位很受重视, 做出了高度表扬, 最近会送过去一份表彰, 跟你打声招呼。 吕涵笑道, 徐方有些欣喜, 太感谢你们了。 你们秋营养殖有什么发展困难吗? 吕涵问。 徐方本想说没有, 看了演艺旁周杰, 心不禁一动, 尝试问下, 困难倒是没有, 不过有点事, 吕局能帮上忙, 就太好不过了。 您尽管提, 只要不违反原则, 对你们企业, 我们会考虑协助的。 吕涵很客气, 我们办的是蚯蚓养殖, 目的也很明显, 一来是帮助天然绿养殖场处理垃圾, 二来, 我们也需要蚯蚓。 蚯蚓算是垃圾青稻夫, 不挑食。 除了牲畜粉, 不知吕局有没有关系, 找到一些烂蔬菜水果这些垃圾, 甚至香蕉皮, 西瓜皮, 椰子壳, 甘蔗皮都行。 本以为吕涵会有些为难, 听了徐方的话不惊一乐。 真是困了有人送枕头, 咱们是确实有些蔬菜瓜果提供商, 一些腐烂坏掉的蔬菜水果, 他们也怕罚款, 偷摸地随便找个地方就到掉了, 很污染环境, 咱们正在治理呢。 你们养殖场大概能消化多少? 大概能有多少, 徐方也拿不准。 每天少点几吨, 多了十几二十吨的。 徐方话筒声音调得比较大, 一旁周杰也听到了, 欣喜地在一旁只点头。 徐方会议, 笑道, 行啊, 这些我们能消化, 让他们都送来吧。 那边吕涵听了, 语气欣喜道, 行, 我代表环卫局所有工作人员, 对你们养殖场表示感谢。 这都是互惠互利的事儿, 以后还有什么垃圾, 只要蚯蚓能吃, 都可以联系我。 徐方笑道, 好, 一定忘不了你。 我先跟那些蔬果商说下, 到时让他们把蔬果 直接运你们那去。 可以, 你记一下我们周总经理的电话, 徐方把周杰号码报过去道, 让他们到了联系就行。 好, 对了旅局, 您有时间没, 下班请您吃顿饭, 正好来一趟江陵, 您就回去, 怕没时间了。 没其他目的, 吕涵突然问了句, 绝对没有。 那行, 你定个地方。 吕涵答应下来。 徐方求助看了眼周杰, 周杰小声说了句, 徐方笑道, 那就去嗅水吧, 经济实惠, 适合我这样的小老百姓。 哈, 我也喜欢里面的牛排, 六点半到, 咱们直接在那会合吧。 挂了电话, 徐方笑问道, 秀水是什么地方? 加西餐厅, 中等档次吧, 不过里面的味道比较正宗, 旅局本来就比较清正, 你带他去高档的地方, 应该约不出来。 周杰笑道, 徐方赞了句, 这个地方很合适, 还是周老师考虑周道。 让周杰看着大家装带, 徐方则打了洛颖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 徐方先说了话, 洛总, 我来江陵市了, 这在秋营养殖场呢, 你在哪? 真的, 咋不早说声, 洛颖语气有些埋怨。 嘿, 中午才到, 刚吃过饭。 徐方笑道, 那就原谅你了, 我在天然绿, 你过来吧。 洛颖邀请道, 两家养殖场就挨着呢, 徐方下午还要去约吕寒, 干脆就开着周杰的车走了。 六分钟不到, 徐方就到了天然绿, 进了洛颖办公室, 洛颖就直接把门反锁。 歇息一会儿, 洛颖收拾好衣服笑道, 走吧。 屋里太闷, 出去走走。 江陵市并不靠海, 但环境还可以, 蓝天白云。 尤其是郊区, 哪怕是在养殖场内, 空气依旧清新。 两人并排走着, 徐方打量一下不菊, 饲养牲畜还是以牛、 羊、驴、猪为主。 这里饲养的方法很科学, 除了饮食方面, 这些牲畜都要按时运动的。 也亏得他这养殖场间的早, 不然按现在的地价, 他还真买不到给动物六弯的地皮。 对了徐方, 你们酒店以后要朝哪发展? 不确定, 不过咱们在国内算是靠南的, 等把两广地区的市场占了, 以后肯定要朝北方发展。 徐方如实说了句, 随即好奇问, 怎么了? 落影嘴角有一丝笑意, 你们发展的速度很快, 从你们白河市的十几家火锅店开张, 对牛羊肉的需求又提升不少, 我们这边的牛羊肉, 几乎全给你们供了过去。 而你们又在江陵市买了一栋楼, 准备开设酒店。 如果火锅店也准备在江陵市开, 以我们养殖场现在的规模, 能产出的牲畜, 看看和你们的需求持平。 你们继续发展的话, 我们必须得扩大规模, 才能达到你们需求。 说到这, 落影眼里闪现明亮的光彩, 经过我们公司高层商讨, 对你们公司的潜力十分肯定, 以后我们养殖场的发展, 会和你们公司绑在一起, 重心全放你们公司上。 听到这徐方也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会扩大养殖场规模, 但不一定在江陵市。 对, 如果你们公司发展得太远, 我们在江陵市供货的话, 运输成本会增加很多。 如果能找个靠近你们集团的区域, 不仅能解决江陵市养殖面积不够的问题, 还能缩减运输成本, 算是双赢吧。 徐方文言点点头, 想扩建的话, 可以在我们青云市创办, 青云市与广岳省接壤, 以后我们朝两广发展, 这里位置还算适合。 不过以长远的目光来看, 还是建议你去广岳省找个地方。 两广地区经济繁荣, 我们的酒店肯定都要开过去的。 大带多久能开过去, 能有个预估吗? 洛颖好奇问。 我现在的想法, 还是先把闽南省的市场全打下来。 现在不过占了两个。 市的市场, 甚至还没完全占全。 想把闽南省全打下来, 恐怕还得一年。 发展到两广地带, 至少得一年后了。 洛颖双眼一眯, 一道亮光一闪而过。 这个男人虽然看着温温和和, 但发展的野望绝不比任何人小。 现在想把闽南省市场全打下来, 然后再朝两广发展。 照这种思路, 岂不是说还要把两广的市场全打下来。 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 整个国内的高端餐饮, 岂不都被你们占领了? 不过他并不觉得徐芳狂妄, 至少以现在秀兰集团的发展状况, 他们想做到这个程度, 确实也只需要时间。 只要自己抱紧徐芳这条大粗腿, 天然绿养殖场的规模, 绝对会水涨船高。 想明白这些, 洛颖笑赞了句, 姐就喜欢你这野心大的, 想把闽南省市场全占了, 需要的力气多着呢, 不过姐相信你的实力。 养殖场的分布, 先定在你们青云市吧。 咋想的? 徐芳笑问。 你们青云市在闽南省最南端, 在那里设立, 可以把你集团在闽南省南部的需求 全部供应上。 等你把闽南省北边市场也全占了, 我这江陵市的养殖场, 就全面供应北部市场。 两个养殖场规模, 我尽可能地扩大一些, 完全能撑起你在闽南省的消耗。 以后, 你们要是去外省发展, 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姐立刻杀过去。 听洛颖这么说, 徐芳笑道, 咱们现在的关系, 属于相互依托, 可别给对方掉链子啊。 洛颖白了徐芳一言, 这话听着, 咋这像敲打我呢? 没, 我是在自我提醒, 徐芳急忙否认。 洛颖微微一笑, 也换上了认真的语气, 放心吧, 姐的心不比你小, 还不至于砸了大好前程。 最近两天, 我会去青云市, 找剑场的地方, 到时你招待姐呀。 好, 养人并排走着, 徐芳也不断打量天然绿养殖场。 每种牲畜的养殖方法, 确实都很科学, 心也放了下来。 很快, 养人就到了养猪的区域, 洛颖他们养猪的技术, 也比较先进, 至少, 饲养环境干净清爽, 而且地方够大, 甚至还有一个较大的猪游泳池。 嘿, 这法子好啊, 不仅干净卫生, 猪运动也不小, 肉结实多了。 看着这一套饲养流程, 徐芳称赞道, 哎, 好啥好, 都是赔钱的玩意。 洛颖翻了个白眼, 咋了, 徐芳追问了句, 现在养猪的人多得去了, 解这养殖方法, 跟其他地方比, 其实也就强点有限, 也就让猪多运动, 但成本却比普通养殖高了一倍, 虽然肉质还可以, 但别人不认账啊, 高价没人买, 也不能一直在手里搁着, 只能便宜卖点, 成效甚微啊。 洛颖叹了口气, 徐芳听后也了然, 现在养猪的确实多, 没太大的特色, 价格还高, 竞争力肯定低。 而他们酒店, 也不打算把普通猪肉当主打菜, 这忙算帮不上了。 以后还养猪吗? 徐芳好奇问。 还不确定, 咱们这边的人不喜欢吃猪肉, 但不代表其他地方的人不吃。 这几天, 我会搜集一些信息, 看看哪些地方对猪肉需求量较大。 如果市场比较可观的话, 猪肉还是会养殖的。 毕竟一家养殖场, 连最基本的牲畜都没有, 也说不过去。 洛颖应该是随口一说, 徐芳在一旁, 却浑身一震。 她有句话说得很在理, 咱们这边的人不喜欢吃猪肉, 不代表其他呀, 地方的人不吃。 这也说明, 一个区域有其饮食习惯。 之前赵红艳和自己提过, 随着秀兰集团不断扩大, 除非养殖更多海鱼, 才能满足海鲜市场。 自己也陷入了一种误区, 内心也为海鲜资源的匮乏着急。 但接洛颖的话, 无疑为她推开了一扇大门。 主打菜, 为什么一定用海鲜? 哪怕海鱼没了, 我用淡水鱼不可以, 秀兰集团最大的特色, 是要善和原材料, 并不是海鲜啊。 压住心中狂喜, 徐芳看着一脸忧虑的洛颖, 心里一动问, 以洛总的能力, 如果能找到销路, 肯定早卖出去了, 这销路应该在咱们市, 甚至咱们闽南省周边, 都没有吧? 对, 确实没有。 洛颖叹了口气, 普通猪肉市场竞争力低, 为什么不换市场竞争力高的? 洛颖白了徐芳一眼脆道, 你以为我不想, 我要知道还愁傻。 随即看着一脸得意的徐芳, 冰雪聪明的洛老板立刻猜到什么, 一把拽住徐芳胳膊问, 你有办法, 快说。 我们们去看见这些伏坏 electromagneticrá cử丝. 橘道天 冰雪 noch